東南町農會長期推動 是能夠有確定 以及土地優先進行 你為了讓人多人來實施 農會也將在11月11號至14號 在東南町美甘長旁邊 是能期待夠有幸福 基本,他利物都很多人 現場剛才邀請到 還有地式的大雄 竟然是有出走的體驗 心態總補賽料理頂頂 邀請民眾擁有來參加 土地這麼重要 我們就是應該好好的重視它 為了提供優先進行 以及新郎教育 這次東南町農會 也將在11月11號至14號 在東南町農會的 新郎基地教育很苦 基本,他利物農事實 幸好都有活動 要請民眾來參加 我們2022年農食節 我們用台灣的好 我們一口一口把它吃回來 那我們這活動裡面 我們也設計了 我們用生態廚師來設計的 一套一系一個整個料理 那整個活動裡面 我們有我們的食農教育 我們在這個食農教育的場地裡面 來讓所有的消費者 能夠更清楚 怎麼的友善的環境 有機農產品 可以更 可以由我們的農民 我們的農友 更近距離的接觸 這次農是在華東農會 除了安排在地實在 為主的心態總補賽料理 只要邀請到國的食材上 尤其在整個農友 來到現場 你都會適當的現場 來安排處理的食農體 從11號到14號 我們的下午2點到晚上的7點 我們整個活動的一系列裡面 有收故事 有餐桌 有很多我們能夠讓消費者 能夠來體驗農事的 包括我們的收割 有歡迎大家 所有的消費者 跟我們的農 所有的好朋友 一起來參與 11月11號 也為全國的有機農業日 透過一次農會所基盤的農實質活動 農林書也希望 能夠來做出提供優先金座 不然我們的生態的環境 是我們推動有機農業的一個 基本的一個精神 那我們有機有散的一個推動 可以減少我們國內化學肥料 跟化學農藥的一個使用 導覽定農會農實質活動 將於11月11號到14號 會報2點至晚上7點來做基盤 要請民眾擁有參加 祝你平常在地特色料理 以及參加 好勝的是龍體驗記者更議 從報道